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我们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频盛宴 等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 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户端 掌握独家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这些电视摇一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玩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天下热点 社会万象 我们有话一起讲 香港事态呢 在一开始我们也要先做一个关注 特别是很多的朋友也注意到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最新的氛围情势跟处理究竟如何 在星期天25号的晚上 有一批激进的示威者 他们到了全湾的一处 冲击部分的商铺 还以硬物打碎玻璃 还将灭火桶和杂物丢入店内 有多间商铺遭到破坏 到了今天26号星期一 附近的店铺都没有开门营业 全湾二坡房内 由于部分店铺前一晚 遭到激进示威者冲击 26号一早 附近大批店铺若闸关门 被损毁的店铺门前 可以看到大量玻璃窗碎裂 店铺外的闭路电视被破坏 店内椅子凌乱 有人到场整理 门外有市民和街坊围观 附近大部分店铺和街坊表示 虽然对暴力行为感到气愤 但因为担心会遭到报复 不愿接受访问 有市民表示 对于这样的暴力行为感到痛心 希望香港社会尽快恢复安宁 这样说 搞得大家做生意玩事都很难做 葡萄大家都打工 葡萄做生意都是 如果这样搞得 搞得人家的生活都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 搞得社会的治安都不太好 大家有话都说不出来 送送口都说不出来 对这帮人这样搞得社会 搞得乱 警察是维持治安的 应该我们也支持警察 也有住在附近的街坊称 对于在自己家楼下 发生暴力的情形 感到很担心 甚至不敢出门 我在家看电视 看到出面又行打架 都不敢来 看到很多人打架 都担心会不会出人 据附近目击者表示 25号晚 有示威者用铁丝 敲 敲 闸门 并高声叫喊 要求店铺内的负责人出来 限时5分钟警告 否则将大肆破坏场所 部分接近示威者 之后又转到大坡房 破坏一间游戏机中心 另外 25号稍晚时候 一批示威者 在鸿汉海底隧道 九龙出口的部分收费亭 架设路障 并以硬物及雨伞 打烂收费亭的交通灯 收费装置及玻璃 有关负责人 在26号表示 红碎通行已经恢复正常 富豪卫视 龙新元 香港报道 而香港警方回应了 25号晚上 警员在新界泉湾 受到暴徒袭击的事件 严厉谴责暴徒丧失理智 并且指出 警员当时因为受到了生命威胁 向天开一枪警告 而没有打中任何人 警方认为 警员的表现英勇克制 同时透露了 在多区的冲突当中 有15名警员受伤 并且有36名男女被捕 而年龄是在12岁至48岁之间 特级政府也已经回应指出 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令人发指 香港警方26号凌晨 举行记者会并播出视频 指所谓的示威活动 已演变成不可理喻的行为 对于这些目无法纪 蓄意严重伤害警方的行为 警方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指暴徒自称示威者 但他们的行为完全丧失理智 藐视法纪近乎疯狂 警方指暴徒在全湾区破坏商铺 恐吓店内员工 又围堵到场的警车 令车内的警员受伤 并袭击警员 警员在生命受到威胁情况下 向天开枪警告 警方指警员的表现英勇和克制 有个百名暴徒一涌而上 用长跌枝 竹枝 路牌等攻击性的武器 疯狂攻击我们的警务人员 大家都可以见到 暴徒的行为完全是丧失理智 我们的同事因为生命受到威胁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和多次警告无效之后 为了保护自己 和其他同事 和在场人士的安全 有六名同事拔出配枪戒备 其中一名的警员 向天发出一枪的警告 当中没有射中任何的人 事件中这一名的警员 表现英勇和克制 而他使用的武力 在当时的情况 是必须和合理的 各区政府发言人也回应指 在奎青及泉湾进行的游行集会 有示威者偏离原定路线 堵塞道路和肆意袭击警员 并向警车和警员 多次投掷汽油弹 对在场警员和市民 构成极大威胁 又指有示威者在集会地点 奎冲运动场取下国旗 并肆意践踏 行为挑战国家权威 亦涉嫌触犯国旗及国会条例 发言人指 激进示威者升级的违法及暴力行为 不但令人发指 更将香港推向极为危险的边缘 特区政府予以严厉谴责 警方议会严正追究 特区政府呼吁广大市民 共同打击暴力 维护法治 尽快回复社会秩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另一方面 新华社在25号就发表评论指出 绝不允许暴力升级 将香港引向危险境地 新华社发表快评指出 香港激进示威者 25号进一步将暴力升级 在拳湾街头向警务人员 投掷砖头和汽油弹 聚众为公平追打警员 导致警员受伤送任 沿途更打砸破坏多间店铺 对这种严重损害香港社会和谐 安定的暴力行为 必须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评论指出 在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 已经施出善意 主动提出构建对话平台后 激进示威者仍忘顾 社会绝大多数市民的意愿 继续在街头使用暴力 其行为和诉求 已完全超出所谓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范畴 目的就是要将香港 铺路更危险的境地 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诉求 对此香港市民 绝不能继续容忍 评论指出 香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止暴治乱 恢复继续 对暴徒们妄图破坏 这种努力的行为 每个人爱香港的人 都应该站出来 用行动对暴力说不 用正能量为香港驱散阴霾 另外人民日报一篇 微评指出 不能容忍国旗一再遭到羞辱 指出奎冲运动场的古兴红旗 遭示威者取下四字 践踏 让人痛心 更让人愤怒 而如此挑衅 羞辱国家的尊严 伤害的是 14亿国人的情感 评论认为 暴徒要付出代价 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凤封卫视终合不到 我们也看完了这些 后来也更新点评 这个从上周末到 就这两天 我注意到了 就中央政府 特区政府和整个的 香港的多数民众 采取了一种 就是说在原则问题上 更加坚定 比如说在涉及到 一些重大原则底线 产生的更加清晰 同时又采取了 这种平等对话的方式 展开了和平 这种对话平台 而且在新华社 人民日报的 一系列的这种评论当中 明确地提出 就是香港22年 一国两制的实践 是取得了伟大成就的 这里面香港人民 是最大的功劳 最大的主体 而且香港人民 是我们的亲兄弟 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之间 不要上当受骗 不要受别人的挑拨 特别用这样的一种 很诚恳的态度 进行的这样的 就一系列的这些动作 同时呢 警队这边呢 我们也同时采取了这种 对于激进的示威者的 这种暴力行为 采取真正把止暴 制乱的这种说法呢 把它落实在行动上 没错 用了一个更加有力的 有力度的这么一种制约手段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 必须要做的 而且是两手啊 都要硬 都要把它坚持下去 同时我想让广大的 香港的这个居民 应该了解 警察是保护我们 和平正常生活秩序的 而那些过分的激进的 那些示威者 包括他们背后的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 他们是要破坏我们的生活 这是个基本是非 你不要现在一弄起来之后 好像一说警察拔了枪了 怎么样如何如何 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在怎么样伤害警察 伤害警察的家属 连警察的小孩子 都不放过 有的时候非常过分 在这个时候 警察是做了一种 非常有克制的一种反应 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面前 不要站错队 就共同为着止暴之乱 恢复秩序 做共同正向的一个努力 好 那么在下一节的大话题上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国际情势 西方的七大工业国 也很想努力 维持一个团结的局面 特别历经了上周 被各方畅率的 G7峰会压力下 都说这次会议 是维持团结的最后机会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会到目前开得如何 下节关注有话一起讲 现在好多人都说 世界的局势看起来好纷扰 所以这一连三天的 七国集团峰会 这么多厉害的领导人 聚在一起之后 他们到底开会 能够开出个什么结果呢 也很受到关注 那么这次的G7峰会 在8月26号将落下帷幕 会议看起来聚焦了很多话题 像贸易争端 气候变化等等的议题 法国总统马克龙 是希望通过峰会 来凝聚团结 但成员之间矛盾重重 欧洲理事会主席托斯克 此前就警告说 这次会议很可能是 维持团结的最后机会 当地时间25日 峰会东道主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 迎接多国领袖 出席非正式晚餐会议 本次峰会聚焦经济议题 及气候变化 尤其是近来亚马逊森林大火 造成的国际危机 马克龙还邀请了 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 领导人出席峰会 共同探讨民主 性别平等 教育 环保等多个领域的议题 虽然马克龙有意利用 这次峰会团结七国集团 不过法国本身跟美国 在保护主义和税务问题上 出现分歧 加上英国可能在 无邪意下脱欧 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会前就表示 今年可能是维持团结的最后机会 这就是另一个集团 领袖们开会议事 夫人们也没有闲着 马克龙夫人布里吉特25日 就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 梅拉尼亚等具体领袖的夫人们 到法国南部的艾斯伯莱特 展开参观活动 艾斯伯莱特盛产辣椒 夫人们还走到农田里 拿起一篮子辣椒大合照 其后具体领袖的夫人们 欣赏了民族舞表演 参观了教堂内的合唱表演 品尝了巴斯克乡村葡萄酒 并在当地一所法国剧作家 所建的别墅里共进午餐 8月26日 七区峰会的第二天 数百名环保人士 聚集在会场附近城市 抗议马克龙在气候变化 和社会公益方面的无所作为 这场游行已经是峰会 开幕以来的第三场示威活动 我们查六小时 算一下现在法国当地开会 他们在当地 中午了吗 他们在当地26号就要落幕了呢 这个庚先生 您怎么来看 这个图斯克说到的这句说 这是维持团结最后的机会 其实这话一点不乐观了 这个这两说 他说的不是没道理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七国 自己国内是全是一本烂账 然后你看看 意大利的总理辞职 加纳马上要选举 英国要脱欧 美国国内那个状态 咱们看到了 法国国内黄北心正在折腾 光警察掉了一万多 就为了伺候这些黄北心 你就想嘛 就这些 德国那边连莫克尔的身体状态 都是问题 国内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双边多边关系 没有一个是顺畅的 你看英国和欧洲的关系 然后引带出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英国和 看着好像英国 但是英国有时和欧洲是站在一起的 比如说在俄国回归 回来的问题 七国八国的问题上 那英 欧 法都凑在一块反对美国 对不对 法国还可以 法国这个态度还比较的善意 说因为他在开会 他说那让这个俄国来也可以 但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都表示反对 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显得他们这个团结 他们之间太没有共识了 但反过来 我一直认为 其实全球化也好 全球合作 特别是这种大国合作 一直就是不平坦的 所以在一定的时期 特别现在单边主义比较厉害的时候 美国又带头 所以他们有一些这种矛盾 辩用比较多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 但是世界大变局 百年不一大变局 就主要就是大国的变局 就是发达大国的变局 请大家记住这个特点 您讲 在这一次的G7峰会当中 大家各有各的一笔烂算盘 很难打 但是呢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似乎特朗普成了其他人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成了一个另类的共识了 交给湘宇 对啊 大家都说有新开会 但有人就是要搞破坏 你看这G7峰会召开之前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 进一步的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还在推特上扬言要让美国的企业撤出中国 这也使得这中美贸易摩擦再次升级 而在G7的峰会上 特朗普也成了这重矢之地 各个国家 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呼吁 两国停止贸易战 法国的总统马克龙 在8月24号峰会开幕前的讲话中就说到了 希望七国领导人能够意识到这紧张局势 尤其是贸易紧张局势 对全世界都是有害的 他也提出各国应该要致力于缓解紧张局势 稳定局面 避免已经发生在各地的贸易战 赶快停啊 那除了马克龙之外 这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表示 他这一次参加峰会的第一要务 就是在这全球的贸易局势 而自己也会劝说这特朗普 这两个人这次见面长得真的是蛮像 都分不出来好像在照镜子 那因为说这贸易战 这已经是使得这全球的经济不稳定了 约翰逊就认为说 关税不是处理贸易纠纷的方式 那些支持关税的人 很可能要承担这全球经济衰退的责任 此外 这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图斯克 也在峰会上就呼吁了 这贸易战必须要停止 他也质疑 如果这美国出于这政治的原因 使用关税 那会带来对抗将会危害到全世界 在遭到多国的质疑之后 这特朗普似乎也对他 发起了进一步升级的 中美贸易战的行为 感觉到有一点后悔 但来得及嘛 这个G7的峰会召开的当天早上 在特朗普在于约翰逊会谈前 就是见了记者 当记者问到他 是不是会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战的时候 他说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好 其实你看到特朗普讲了 他说我什么事情都会考虑 但是几个小时之后 白光的新闻秘书就出面解释说 特朗普的回答是有点被误解了 那他觉得这遗憾的是 没有把关税这个提栏更高一些 好了 讲到这个了 对于近期美国加码的关税举动 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在这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开幕的致辞当中 也做出了会议 我们愿意以冷静的态度 通过托商合作解决证的体验 坚决法律贸易战升级 我们认为贸易战升级 不利于中国 不利于美国 也不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很妙 似乎批评特朗普成了多国领袖 在聚期峰会上的一个 比较接近共事的默契 但特朗普经常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这别人批评不如对他没太多影响 自从他上台之后 几乎成了很多多边平台上的一个画伴 就是说大家拿他说事 然后拿什么事 说你可别跟特朗普说 你可别那么如何如何 老是拿他这么说 这个呢 我是这样认为 就是特朗普尤其是最不愉快 最不想参加的 就是这七国峰会 只要七国峰会 没有愉快的 你注意他上台这几次 要不就提前就跟人摆摆了 要不就是编了字又不承认了 这次干脆就说好了 咱们不要发什么联合声明 没有共识 我跟你们不会有共识 他跟别人没共识 别人之间也就有很多的 由他带来的一些这些矛盾的种子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啊 就是特朗普这个人 刚刚他讲到 就是说这个打摩尉战那事 会不会他会收着手 那到底会被调 这个事啊 这个大家其实看的还挺准的 我觉得他这刚才那样一个 他这人比较执行 露口风 他表达他的一个 他这个人看起来很强硬 但是呢 他有个问题 他张飞卖豆腐 这话怎么讲 人硬呢 货不硬 这货太软 实力不够 而且道德所有的制高点 全都丢掉了 他现在没有什么这种 真正的这种发言权 和号召的影响力 去实现所谓 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个目标 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 本质上的弱点 还有一个 就是他其实这个人的性格特点 里做商人呢 他比较务实 他总是会跟你吵嘴 会漫天要价 但最后呢 吵嘴不动手 是他的一个特点 你看在半岛 你就看出来了 是吧 刚才我说了 七国峰会是他最不愉快 他最愉快的就是去参加 和金正恩的见面 他觉得 他老说 这是我最愉快的 这个好像那个人生当中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 他的人的两面性 你刚刚说张飞卖豆腐 人硬或无硬 这个呢 英国首相 约翰逊 他的G7出体验 媒体也在观察他 要带去的议题 还有跟他本身人 之前那么强硬的语词 到底是不是两者之间能合一 但没想到呢 一开场 他一抵达 G7晚宴现场时 下车走错方向 被法国总统马克龙 笑得都停不下来 而且在拍这大合照的时候 英国媒体也很有意见 我们来看看 发自的电子 他不在那里 他不在这儿 他不在这儿 你们当中只不在这儿 到这儿 他不在那儿 他不在那儿 恐惧 想到 我 不在这儿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刚才特朗普这叫张飞麦豆腐人也获不应 这Boss Johnson那就有点是林黛玉麦豆腐 获不应人更软 其实目前来看 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Boss Johnson 在当地时间举行了一个 25号举行了一个早餐会 这两个人早餐吃得愚不愉快 可能要通过一些新闻来了解 特朗普和约翰逊都是带领着各国的人员 特别是约翰逊带领着英国实现脱欧的正确人选 特朗普就说了 英美两国将会展开一个贸易谈判 这是约翰逊上台以来 首次与特朗普举行双斌会晤 特朗普对媒体表示 约翰逊将会是出色的首相 称他是带领英国实现脱欧的正确人选 他又说 英美两国将展开贸易谈判 达成前所未有的贸易协定 约翰逊就表示 非常期待与美方展开贸易谈判 他并说英国公司面临进军 美国市场的巨大机会 双方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 表示将围绕贸易问题组建工作组 另外 约翰逊在会面后的采访中表示 美方希望在英国脱欧后的一年内 与英国达成贸易协定 他认为这个实现有些紧张 有英国官员透露 约翰逊25号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会面时强调 无论如何 英国将在10月31号的期限到来时 脱离欧盟 不过他仍希望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 他重申自己有意与欧盟领导人 坐下来谈判 我们看英国媒体对于约翰逊拍照不在C位 很有意见 所以更关注的是 到底约翰逊上来之后的英国和美国 他们的互动会走上什么样的方向 这个他现在要靠美国 第一个是要跟欧洲打牌 他要脱离欧洲 不仅在经贸上 而且在政治上 他在外交上 首先他要依靠 而且正好他两个朋友那么支持他 对他个人也支持 对他的这个脱欧的主张也支持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需求 然后同时呢 他个人的性格上 他个人的价值观上 有很多东西 执政的一些理念 和特朗普比较接近 这也是他们 这咱们得识求 他们比较相投 气 咱们别说臭味相投不好 气味相投 这比较好 但是我要说 他们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分歧 就是在对中国的态度上 因为约翰逊上 接受咱们凤凰采访 他也说得很清楚 他说我很喜欢中国 我觉得中国这个一带一路非常好 而且和我们英国和中英的这种合作 有非常多的好的地方 而且对于中国留学生 当然是大力的这个欢迎 他讲这些话 正是在美国 对咱们的留学生 对咱们的一些中美关系 一些专家 不是把什么签证限制的时候 他讲的 他是完全是有刻意的 讲出他和美国不同的地方 而且这次他也对于 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 他也跟特朗普说了一句 他说还是和平一点好 就是说你们中美那么多的贸易 中美的贸易额比这个 差不多相当于这个 英国和中国的贸易额 不到十倍差不多 七倍八倍 你说这种情况下 对不对 完全可以协调嘛 确实 还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次的这个G3的峰会 是在法国南部的度假城市 比亚里茨开幕的 但在这个地方 还迎来了一位非常意外的来客 究竟是谁呢 回来周一块聊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说说 这次的这个G3的峰会 这次G3的峰会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 那就是关于伊核问题 这次伊核问题该是怎么解决 当然要听听当事人的现实说法 是最好的 所以伊朗外长扎里夫呢 25号也获邀 到访了主办城市比亚里茨 再次和法国总统 马克龙进行了会面 对 这人都到了 会不会和美国官员碰面 目前的消息呢 是没有 而伊朗总统鲁哈尼 今天表示 虽然和西方国家的对话 成功几率不大 但伊朗政府不会放弃谈判的机会 其实鲁哈尼当天在德黑兰 发表了讲话 就提到了外长扎里夫 到访法国和西方领导人 进行会面的事 他也表示说 应该要积极地采取行动 即使成功希望渺茫 也必须抓住机会向前走 没错 那这个扎里夫呢 他在25号 他是抵达G7峰会的举办地 不是到G7峰会 是到这个举办地 比亚里茨 逗留了约五个小时之后离开 而期间呢 他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领导人 和官员会面 他也和英国和德国的外交人员 举行了简报会 再来我们就要看到 美国这一方面的回应了 他们对伊朗问题的最新回应 是这么说的 特朗普26号是与埃及总统赛西会面 在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 特朗普说 他并不寻求推翻伊朗的政权 并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伊朗 特朗普还表示对于伊朗外长扎里夫到访法国并不惊讶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邀请扎里夫之前已经征求过他的同意 而他目前与扎里夫见面的时候 这是为时尚早的 而特朗普也指出伊朗与朝鲜一样都非常有潜力 其实这个场景真的有必要要了解 特别我们也注意到了 看这个伊朗外长跑到了G7峰会的举办地 同样举办地 马克龙很会利用时间了 在开会的时候顺便把人家邀请来 而且他和法国这边见面跟英德也做了接触 但有他们就自己先特别说我没跟美国的官员见面了 这个时机点跟地点有什么样的特别意义 这个法国向来是在越是有美国在的时候 他越会秀他这个独立自主外交的这种风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因为他的存在感 他的特色 还有就是他确实对于伊朗 就伊核协议这个问题 他立场就是这样 这个在现在的英法德 就是欧洲的这个圈子 这几个国家 主要的这几个国家 和美国的立场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的力度也有所不同 就是英法德这三国里面 现在正好轮到法国 而法国又正好想秀一下自己的这种独立外交 就拿出伊核这个问题来 而且这个问题 他为什么本来他想把俄国也叫来 也有这个因素在里边 因为如果俄国来的话又多了一票 又有一个跟美国去打牌的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这是一个点抓住了 这让法国同时 法国在这当中也表彰了一下 也等于彰显了一下 他和美国之间的一些区别 一些分歧 比如说在数字税的问题上 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 对大企业收税的问题 还有就是在他们一直就是空客和 这个波音之间的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上 等等一系列问题上 其实法国和美国之间有很多的分歧 借这个也是和美国打牌的一过程 同时也凸显了自己的存在 总统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效力 因为英法德都有共识 应该用尽一切可能的机会 在这个伊朗和僵局问题上 希望能够解释 特别在这个时候也要了解 那么美国跟大家的分歧 到底在哪些地方呢 交给万局 对于欧美之间的关系 可能真的叫各有各的小九九吧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到法国不久 就开始连发推特 就特别强调说 各国领导人关系很好 会议也很好 似乎现场那是一派合起 然而现实情况是什么呢 周末的G7领袖晚宴气氛紧绷 从中美贸易到俄罗斯 再到伊朗问题 G7多个领袖都和特朗普出现了分歧 我们就拿伊朗问题来说 在周末那场晚宴之后 作为这次峰会主办方的法国 本来已经宣布 七国领导人同意就伊朗问题 采取联合行动 结果被特朗普直接否认 谈过这件事 他表示很高兴见到了 法国未缓和紧张情势 和德亨兰接触 但他仍然会继续采取自己的行动 实际上呢 法国为了避免冲突 已经是颇费心思了 不仅一早就提出取消 发布联合公报的环节 还把这次峰会的主题定为 打击不平等 把重点放在了性别不平等 贫富差距 气候变化 亚马逊雨林大火等议题之上 同时小心翼翼地 试图绕过贸易 这个敏感词 就是因为美国今来 和其他的G7经济体 贸易摩擦不断 但美国人显然是不太领情的 特朗普的随行官员就抱怨说 法国官员在峰会筹备工作当中 难以合作 在美方提出抗议之前 会议只关注 气候变化等小众议题 当然这个小众议题是所谓的小众议题 在贸易以及全球经济方面 几乎是毫无琢磨的 美国官员更是指责说 法国这么做旨在凸显和特朗普 政府的分歧 并且达到鼓励特朗普的目的 唯一得到了特朗普几份 真诚笑容的盟友 可能就是英国的这位新首相 Boris Johnson了 英美两国在脱欧问题上 抱团取暖 但也有分析认为 双方都带有自己的政治目的 而且美英在市场准入 和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问题上 仍然是有着不少的实际障碍 签订双边贸易协议 恐怕是难以一帆风顺的 昔日称兄道弟 如今是相看两宴 自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从2017年到2018年 从领导人峰会 到144的财长会 外长会 不和谐 似乎成为了G7的主题 也难怪有德国媒体 在今年开会之前就泼了冷水 既然无法就经济问题达成协议 这G7已经失去了 存在的主要理由 也许是时候该废除 第三文了 谢谢万俊的一个打理 我们就把这个话题做一个小节 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 去年G7那个经典的照片 就所有人都围着特朗普 就特朗普坐着 然后当时马克龙一只手在桌上 然后就是默克尔那个斗哥 记不记得 然后安倍非常无奈地 就插着手臂在那儿看着 模仿就可以 模仿G7可能就变G1了 对吧 就是美国自己玩吧 下一步到底G7 它是不是就变得名存实亡 国际多边之序又如何调整 不晓得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又如何认为呢 好 我们这个情势呢 关注到这里 下一节的大话题啊 我们要说说 当这个人类犯罪 从地球上延伸到太空上时 怎么办 怎么管 一名美国宇航员因为私事 没想到触发了史无前例 第一桩太空行事案 下节大话题有话一起讲 今天看起来 我们首先来关注 韩国在今年举行了首次独岛防御演习 今天下午将落下帷幕 独岛在日本称为主岛 这也是韩日两国的争议岛屿 日本已经对这次演习表达抗议 韩国海军透露 首日演习是由海军主岛 而次日的演习则是由海警主岛 据是韩军第一次 把独岛防御演习 命名为东海领土守护演习 以彰显陆海空 立体守护韩国东部诸道的决心 关心广东阳江一辆大巴车 在26号凌晨 与高速公路侧翻造成 7人死亡 11人受伤 据报大巴车是由广州 开晚湛江市雷州方向 当时何载44人 10载47人 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大幅的波动 在暗价在今天再度刷新了 超过11年的低位 离暗价盘中更是创出了历史新低 中外汇交易中心在今天公布的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暴7.057 较上周五轻微上调了两个低点 但集气汇价开盘之后 集错之后持续寻底 而收盘定盘报价是7.1528 大跌了703个基点 创下了2008年2月以来的最新低位 看到这是西班牙 它在25号发生了直升机 与轻型飞机相撞事故 造成7人死亡 当中包括两名儿童 当局指涉事的直升机 当时载着5个人 消息指他们很可能都是德国人 而轻型飞机上 则载着两名西班牙人 全部都在意外中身亡 而目前已经展开了调查 正是还不知道事发原因 今天国际媒体把这事看得很重 我们看到很多标题 人类史上第一桩 首见太空犯罪 不过我们说不论怎么犯罪 反正有人的地方 涉及了犯罪这个词认定的时候 就算犯罪行为发生在外太空 是不是当然也要在地球接受调查 美国女性宇航员麦克林 涉嫌在国际空间战期间 未经她前伴侣的同意 就登陆了对方银行账户查看 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麦克林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 在担任陆军飞行员期间 派驻到伊拉克 并累积飞行时数800多个小时 2013年被美国航天局选中 成为试飞员 麦克林2014年与担任空军情报官的 同性伴侣沃登结婚 不过沃登在2018年提出离婚 在两人关系破裂下 沃登发现银行账户遭麦克林查看 随即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 麦克林表示 他只是想要确证对方的财务状况 看一看沃登有没有足够的金钱 照顾两人离婚前一起抚养的孩子 对此监察单位已介入调查 使用国际空间站的五个国家或组织 分别为美国 俄罗斯 日本 加拿大和欧盟 当初商议各国法律适用于太空中的人和财产 因此如果美国公民在太空犯罪 将要根据美国法律负上责任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 嗨 我们来看 今天就有一句话很清楚 我们大家也看网友的反应 就说这是美国宇航员的一场离婚大战 却意外的触发了史无前例的太空刑事案件 好 大家都以为钢铁人还有这些外太空的人 这些英雄后来做一些裁决 但没有要跟法律随心吧 他就觉得现在这种太空的一些活动越来越频繁 更多的是让人对未来太空竞争的担忧 所以他就认为应该要把太空未来的未雨绸缪 太空发展也该立法管理了 是不是这联合国也要管一管呢 另外还有像是一个朋友他是我们一些好朋友 他们太多人在留言了 因为我太久没来这节目了 我要跟你们讲 他们告诉我一个重点就是说 想以帮我们争取一下太空立法要管的话 那要是有一些时候是三不管地带要怎么办呢 待会我们有详细内容跟你分析锁定下去 不过其实当时刚才这个新闻当中提到了一条 就是这五空间站使用的五个国家 包括欧盟在内 其实都适用 就是在这个空间站范围 我觉得是适用这五个国家或者地区 他不是没有法 还是有法可疑的 这个事 这个事咱们说实在的 咱们去上海平时开玩笑 说你别跟我这开国际玩笑 这不是国际玩笑 这太空玩笑 宇宙城宇宙玩笑 两口子这闹变的闹到那去了 其实这个事一点不复杂 对不对 就是说这件事 你在账户上面查别人的账 合法不合法 在美国合法 或者在加拿大合法不合法 如果是不合法的话 你在哪都不合法 你要合法的话 在太空 可能在国内合法 但在太空做这样的事 比如扔垃圾 在太空就更加的 按理说不合法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可能有些 在美国做的事 可能有约束 随意不许扔垃圾 美国到了太空上 照样随便扔垃圾 弄了好多太空垃圾 比如像这种 其实在太空上违法 我认为这不是第一件 可能有一些 我们认为的一种 违规违法 违反我们正常道德的 这些规范的一些行为 在太空上 美国已经事先都做了 他觉得在那 反正也没有法律 你也追究不了我 这个时候就牵涉到 就是程序正义和实质 就法律 程序上好像没有 这个异地管辖的问题 你管不到它 就好像我们说 有的那个诈骗 特意跑到非洲 一个小国来搞 然后回到国内 就不受法律制裁 就跟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其实在实质正义上面 这种情况 照样应该接受法律制裁 所以我们说 这个地球人的法律的逻辑 到底能不能延伸到 我们对于太空事物的判断 其实这个讨论本来就一直有 只不过大家也来了解一下 目前讨论到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范畴了 很多人的想象就是说 看电影的那种 如果你在太空犯错的话 可能就大家 外星人讲一讲话 就把你丢到那个黑洞里面 但其实太空法 朋友们 这已经不是新鲜词了 1957年 人类有能力离开地球 大气层开始 世人就开始探讨说 所有的国际法当中 哪一些条文 是可以用在这个外层空间的 通常得到广泛同意的是认为 现存的国际法律的 绝大多数条文 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 都可以用在这一个崭新的区域 同时在联合国也致力于 制定于 只适用于在太空的新法律 那最早的太空法律 可以追溯到1967年的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外太空条约 它也确定了 这太空法的国际法律 重要地位还有重要作用 之后呢 这联合国大会又相继通过了 营救协定 责任公约 还有登记公约跟月球协定 到了2000年 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 五个有关的条约协定 以及一系列的原则跟宣言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拥有了这空间站的 五个国家和地区 是美国 俄罗斯 欧洲 还有日本和加拿大 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规定 这国家的法律 是适用于太空中的人和财产 而另外 如果一个国家 因为这太空不端行为 不当行为 而起诉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 太空法还有将其引渡回地球的规定 这路程也是蛮远的 很累 不过到目前为止 相关的法律框架 还没有任何的案件的实际检测 就现有的信息来看 我们今天讨论的案件当中 麦克莱恩的行为 如果最后是属于违法 那大可能就是要按照 美国的法律来处理了 不过目前专攻太空领域的 这律师并不多 看来今天过后 大家可能会准备去考了 在新西兰 只有一位独一无二的 太空法律师 主要是为一些这国家 还有这些国际空间机构 洗草或审查 关于太空资产的合同 还包括了准备飞行器 发射场地的许可证 监管太空犯罪 跟人类对月球的治理 在中国方面 尽管也有个别的律师 为航空企业 提供着法律顾问的服务 但是专门从事 航空法的律师并没有 太空法的律师并没有的 或许是因为 现在对于人类 在太空的行为规范 本来就还有很多的争议 主要是集中在于宇宙探索 还有商业化的利用 该怎么分配权利责任 等议题上 毫无疑问的这些问题 关系到国际政治 强权矫力等实际问题 想得出的结论 很不容易 所以人类要飞上浩瀚的宇宙 还是需要一个 更完善的太空法 大家讨论一下 谢谢 谢谢 这样算起来是不是 目前有空间站的 这几个国家 就是包括俄罗斯 英国 日本 加拿大 还有欧盟 就只有他们最有可能 触犯太空法 对 就只有自己的国家 而且刚刚也讲得很清楚 如果是加拿大的国民 在太空战犯法 就是加拿大的法律 你如果影响到 其他国家的国民的话 你就先被带回地球来 再说 这个 肯定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有更多的 相关的法律会出 对 现在 这我必须得说一下 刚刚你讲这个 也不光是这个 五个单位 它其实严格不是五个国家 欧盟是一个 对 我们刚说欧盟 是一个多边 欧盟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 他们都有他们的内部法 就是国内法 或者欧盟内部法 然后又有国际法 注意啊 还有就是相互之间的 这种国际关系当中 处理当中的一些 国际规格 国际法 然后咱们来统一 进行约束 遇到什么问题 该轮到 就回归到 你在地球上的时候 那个情况 参照这个情况 来进行处理 大概是这么个原则 但这里就确实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人类 在走入太空 进入这么大的一个 就是人类的一小步 就是人类的 他本人的一小步 宇航员一小步 就人类一大步 我们难道不应该 在法治理念 法治的建设上 就是一大步吗 我们应该有一个 更公平 更环保 更和平 更加符合我们人类 发展未来的需求 的这么一种法律 我跟你说 人类社会 走过这个法治道路 是非常不平坦 过去就是聪明社会 跟野兽没有什么道路 殖民主义 不就是这样的吗 势强 凌弱 不就是这道理 后来逐渐发展 发展走到今天这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走入太空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不仅我们 现在的人要平等 而各国要平等 大国小国 而且我们和今后的 子孙也要平等 因为这个太空 有相当大的部分 是我们属于 我们未来的 属于未来人类的 我们也要有这种 创新性和这种 前瞻性和开放性 这才是所谓的 太空立法的 一个基本色 而且发现了 外星人对人类 实施犯罪行为 又不知道怎么发了 这是异想 带给黑寡妇 不光是你看到的 这些科幻电影 或科幻片 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很多人都在想 就是关于太空犯罪的 这个争议 其实很早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 有很多这个讨论 接下来要把时间 交给北京新媒体的 艳想一块来打理一下 好的 没错 那么虽说 NASA宇航员安妮的行为 可能会被认定 是人类首例太空犯罪 但是在事件当中 太空指的是 事发地在太空 而说到涉及太空犯罪的 其实早有先例 纽约时报在2011年的时候 曾经报道过 NASA主导抓捕过一名 贩卖月球时的女性 而在2017年的时候 一家一个奥地利的商人 他起诉了一家 太空旅行公司 他说他为一趟太空旅行 支付了定金 但是那家公司 却没有任何的后续行动 对方的行为 涉嫌太空旅行诈骗 其实犯罪和惩治犯罪 是人类面临的 最古老的问题之一 而对于太空犯罪 人类其实是在未雨绸缪的 2015年8月的时候 美国宇航局 在夏威夷的 太空探索模拟中心 进行了一项 为期一年的 长期太空隔离影响研究 透过对志愿者心理 和社会因素的观察 项目希望了解到 人类到底要如何组建团队 并且去长期地 执行太空任务 项目专家表示说 仿真实验当中 不可能避免地 会涉及到太空犯罪的问题 因为在仿真环境当中 所有通讯都是延迟 甚至是东断的 封闭环境当中 存在很多突发情况 这其中极有可能 就包含犯罪行为 有观点认为说 即使人类移民到了太空生存 犯罪和暴力行为 也将存在 人们可以在太空当中开枪 同样可以使用伤人的力气 甚至就连下毒 或者徒手攻击对方 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自从人类首次 进入太空以来 宇航研就在 宇宙飞船上携带武器 此外宇宙飞船上 高度敏感的 维持生存的设备 还有像有限的居住区 工作区 都有可能会受到 人类情绪不稳定 这样因素的干扰 甚至是破坏 换句话说 在太空当中 生存资源是更为有限 而且更为抢手的 NASA早前表示说 已经将犯罪现场调查 应用在了 太空行为项目的实验当中 并且接近在 创造和拓展 太空取证 或者说 太空犯罪现场调查 等等的相关科学体系 包括早在2002年之后 NASA就和美国司法研究所 那么来合作 研究如何在太空中 使用地球上的法医学 但是十几年过去了 实验还在继续 突破依然很少 好的 跟我讨论 交换香港 想想也挺刺激 人类的罪在地球上 已经很烦恼了 还要延伸到太空去 您看 刚刚刚先您提到了 是啊 太空法其实它未来 应该还有很多方向完善 对 不过我想的就是 除了法完善 还有目前地球人的破案方式 跟在太空上要破案的方式 应该会不一样吗 就很简单 这个法律最重要是主体 就是法律 这个主观要件 主体是人 人得要先有法治的观念 先有这种法的 这种守法的 这种尊法 守法的这些基本道德 人没有这个东西 到哪都犯法 还有不准他犯法 人要有这个东西 到哪都会有道德 都会有规 都有规范 比如说现在美国 美国典型就是 在他自己那个圈子里守法 一到了国际上 他就不守法 你注意没有 他就搞霸权主义 霸凌主义 你看他现在搞这 他到了太空 那就为所欲为 什么坏事都干 扔垃圾各种 只要是为自己有利的一切 所以他们现在 这五国 所谓先签订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相互制约 但是咱们注意 咱们中国过去有一句话 叫法外之地 咱们注意这话 比如说这是坏人 怎么办呢 把他流放 流放到那个外边 什么咱们谁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大家就觉得是 太空就这么个地方 我觉得不是玩笑 谁都 真的就这个感觉 就是到那之后 可以不受法律 我跟你说 当初我有一个朋友 到新疆去的时候 他到那去之后 我就知道为什么 古代流放流放那去 为什么 你到那之后 你就撒开了 你随便 你爱玩那 你跑三天 跑不出那个地方 因为根本处处都是 跑到那都是一个景色 就是那种很荒凉的 那么一种 就那么一个状态 而太空 早期大家印象也是这样 在法的这个观念上 法的适用性的这个问题上 不能有这种理念 而且特别像美国这种 太空大国 要带好这头 不要从一开始 还是按照过去 丛林法则那种 霸权主义那套东西来做 给这个太空立法 奠定一个不好的基础 然后以后再完善 我们人类损失它 没有必要 我们已经人类 吃过这个苦头了之后 今后太空立法 应该有一个全新的 现有现代立法制度的 这么一个基础来提供 我要补一句就好 我觉得自古 我们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 我觉得这个 你看当宇航员 多么的不容易 这个美国女性的宇航员 原来也难过 自己的家务这一关 她是两个美人 相互之间 这关都过不去 其实刚刚哥迅 已经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是不是事实上 真的会有法外之地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带个学练一块的探讨 同时还要来关注 《青年刷个图3.0》 数码艺术相当展 毕业的相关情况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聊 有人类涉足的地方 是不是就会有人类文明呢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 一个发展的方向了 我们来一起听听 因为早前 这个亚马逊创始人 贝索斯 他接受专访的时候 也表示说 人类正在毁灭地球 如果要继续拥有繁荣的文明 人类就必须去太空 当然要继续 为什么要继续 要继续 是什么 所在影响的 是光着 setting 你能够您的 刷得到 然后我被 成本 我一直在想 能够 做这一段时间 这种 我 人们 一直在 进入 过一半 人 我们 在 我们都变成大了 并且变成大了 我们的地上是非常小 我们看到它在灾性 灾性、灾性、压力 我们在这些地上 我们在这些地上 我们发布了解雾检查 我们发布了解雾检查 每个地上的地上 这些是一个好的 我们得到保持这个地上 我们可以做的 用力的资金 我们把东西都送到空间 但是他们都在地上 最后会更便宜地做非常简单的东西 像宇宙设计器和所有东西 然后把那些非常简单的制作的东西 回到地球 所以我们没有那些大厨房 和灵状发生的业务 在地球上做这些东西 地球可以在地球上积聚的位置 这有意思 这个还蛮有意思 其实就好像前不久刚刚 阿波罗11号那个纪录片在播放 当时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 就说到第一句话 我今天卖开的一小步 是人类卖出的一大步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类就向太空发出了更多的这样一个探索 更像您来看 接下来就是人类进入太空的这个趋势 会怎么样往下来移动 那这肯定是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阳桌边 但是这个可下地球深处的这个探索 是有限的 是有限的 往地心探索 往上是无限的 咱们经常是这样说 他们说据说有限和无限是相对的 这咱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哲 这是哲学了 但是我想说一句 你们知道列宁怎么看这个问题 列宁说到那之后人类就和平了 为什么 就是走向太空车 因为现在地球的所有土地 在100年前 正好100年前 所有地球的土地都游主了 就是都被大家瓜分完毕了 被这些强国瓜分完毕了 殖民地都算上 那么所以再有战争是什么 战争的概念是什么 这考考你们 战争的概念就是重新瓜分领土 你看各国只要一有打仗 非动手不可 多数都是跟这个领土 资源略夺 就领土背后是资源 是里边的主权 是面子等等 但是表现出的最主要的一个单位 就是领土 而到了太空之后呢 是一个无主的 无限的这么一个空间的时候 土地也好 什么也好 你在这个土星站了 那我上别的星星去 对不对 我那么多星星可以去呢 我那么大的 无限的空间 有待我去发展 就是他就用一种哲学的这种想象 说人类走到那一步 人类是走向和平 而不是越来越走向战争 但是从美国 这个苏联 从俄国这个进入太空 这个竞争之后 我们注意到了 人类还是首先要有和平主义的理念 还是要有和平主义相互的制约和约束 才能够 无论走到哪 在地球上我们也可以和平 你要没有这个约束 到了太空也当然有战争 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人类要注意 得自己先有出息 才会有给你这么好的一块 太空的这么一块田地 你才能把它耕耘好 所以当年 马克思讲了一句话 说人类都是从一个必然的社会 走到一个自由的社会 他也讲了这么一个 走向无限的发展可能性的 这么一个客观的规律 可以想见 未来这个太空科学这个领域 肯定很火热 好 我们思考未来 也要看看过去了 接下来我要带大家看看 在星期天这25号 也是在香港展出一个月的 清明上河图3.0 数码艺术展 在亚洲国际博览馆落下帷幕 而在当天一早 有很多的民众 要把握最后一刻 来尽管参展 清明上河图3.0 数码艺术香港展 从7月26号开始 到8月25号结束 展览的最后一天 虽然遇上台风天气 但香港市民的热情依然不减 作为内地与港澳文化交流 重点项目 此次香港展专门增设了 开放之城等内容 将清明上河图的传统文化魅力 通过数字科技 以全新的互动方式 展现给香港市民 很难得在香港 有这样的机会 去看到古代的一些 文化的一些展出 而且本身来说 清明上河图 也是中国古代 非常有名的一幅剧作 所以有这个机会 想带小朋友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种 比较生动的形式 相照于传统的一些展出 比较有趣 能够让小朋友 了解更多的细节 中国话其实是 现在新的小朋友 一代小朋友 都比较少接触的 他们通常 看多些西外人 比较多 这次也是难得 有一个机会 让他们再看一些 不同的东西 众多香港民间团体 和社区组织 赶在展览的最后一天 集体前来看展 我们今天呢 带了耀东村的居民 都没机会去过北京 看过沿途的那些街坊 他们都很喜欢看这个活动 还有一些小朋友 小朋友基本上听得比较多 他们觉得这个稿 不是只是参观而已 他有一些互动 可以给他去玩 一些可以让他去体验 这个都是他们很想去感受的 我的愿望是把他们带到去 真正那个地方 自己走过去去看看 另外还有来自海外的游客 兴奋地表示 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据主办方介绍 本次展览围绕宋朝文化为主题 共举行讲座16场 推出宣传短视频超过30个 为推广中华传统文化 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 现场的香港小朋友表示 看过展览后收获满满 期待明年再见 机场的展览馆 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收获最大的就是 我可以学到很多古代的文化 我倒是希望明年有些 亲密上个图这样类型的展览 令我们再次大开眼界 家里迎来新成员 大家都很喜悦 在贵宙一位妈妈 在医院生下了二胎 所有人都在迎接 新宝宝的降临的时候 这一位六岁大的小哥哥 他做了一件事 让妈妈很感动 一个个小时候 他就一直在外面 是宝宝先出来 就一个人在里面 看到宝宝出来 他就知道 妈妈怎么还不出来 在外面一直等 在场上里面听到 那个医护人员 说了一句 小朋友不能进来 然后大家在外面叫 很感动的当时也是 你老婆 我大宝挺贴心的 他就说 经常的话 就是妈妈 你累不累啊 我给你吃一家贝啊 你太辛苦了 就是这样 然后在家里面 帮助说加入呀 在幼儿园嘛 老师也会找 然后回家的话 我老师的话 经常也会跟他说 小男孩嘛 当时还是很顽皮 很顽皮 但是还是很懂事 还是蛮亲心的一个小哥哥 也是因为会挺弟弟的 经常的话 他好可爱啊 我好喜欢他啊 我就不要说 好 以上是今天的全媒体 大概讲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留言 祝福大家 万事顺心平安 在这些 多谢您点评 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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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